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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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哟哟 带你认知世界 我们一起聊大便 哎哟 哦 那不会是 啊 大便 谁的大便露我头上了 我一定要找出来 是谁在我头上拉大便 嗯 没错 会不会是小鸟 不是 小鸟的大便 跟刚才落你头上的不一样 肯定不是小鱼 因为它不能离开水里 而且它的大便像长长的线 小兔子的大便像小球球 不是它 那肯定也不是羊了 瞧 羊粪像小圆球一样 嗯 马粪像大圆球 也不是它 哦 这是 大象的大便 哇 真大 但是 我头上的大便 究竟是谁的呢 落在我头上的就是这种大便 哼 原来是你 站住 好吧 我们扯平了 哎呦 我肚子疼 啊 厕所厕所厕所 厕所厕所 哦 这么快 我拉不出来 我已经两天没拉出大便了 哦 那你应该是便秘了 最近是不是没好好吃蔬菜 是啊 我只喜欢吃肉 所以你才会便秘啊 食物被我们吃进去后 会先进入胃 由胃液消化完 再进入肠道 肠道蠕动继续消化食物 并吸收水分 最后把干掉的食物残渣排出 那就是大便 大部分蔬菜能较快被胃液消化 它们富含的上行纤维 能加快肠道蠕动速度 帮助消化 它们水分较多 即便经过长长的消化过程 也能变成软软的大便 轻松排出 相对来说 肉类进入胃以后 要较长时间才能被消化 由于缺少纤维 它们在肠道内消化的速度 也较慢 再加上肉类水分较少 很容易变成干燥的大便 如果只吃肉 容易消化不良 大便干燥 干燥的大便 在肠道内堆积 排不出去 就导致便秘 像冰淇淋 这种生冷刺激性的食物 进入胃以后 会刺激胃肠道 使消化液的分泌减少 可能会拉出 糊糊一样的大便 也就是拉肚子 甚至会引起胃痛 如果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或者吃东西前 没洗手 食物里的细菌 会感染胃肠道 容易引起 拉肚子或胃痛 所以多吃蔬菜 少吃冰淇淋 或不干净的食物 吃东西前 别忘了洗手 我们才能拉出 软软的大便哦 芝芝 想知道 大便去哪了 马桶里的大便 会被水冲下去 顺着管子 流到化粪池 再去往 专门处理污水的地方 有些地方的厕所 不是马桶做的 人们会把大便收集起来 去喂 喜欢吃大便的植物 这能使植物 长得又高又壮 有些大便 会被吃掉 比如 苍蝇和屎克浪 喜欢吃别人的大便 兔子 第一次拉下的大便里 有没消化的食物 它会再吃一遍 消化干净 摄香猫 喜欢吃咖啡豆 拉的大便里 有咖啡豆 人们用它的大便 做成了猫屎咖啡 还有人 把驯鹿的大便 做成项链 传说 这样 会吸引圣诞老人的到来 你还知道 大便的其他用途吗 火车 碍 重複 火轮